来,好 感恩大四大杯观世 好,你们放下 好,小弟 好,停下 停下 好 没关系,不要去弄他 不要去弄他 不要去弄他 不要去弄他,随他去 好,好 你叫他爸爸不要弄他 哥哥 他哥哥跟他两个人是冤家 上辈子两个人就是冤家 你都不知道 上辈子他们是夫妻 是这样的 请问楼台长 好了 小弟,他叫什么名字 梁松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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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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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换一个人 叫他的哥哥走掉 冤家 你不要在他边上 让他们保镖 好 好 小弟 梁松伯 我来 不要拿他 你看他盯住他 看见吗 你们这辈子 如果夫妻感情 有欠的 你们下辈子 还会有像这种冤家 所以这辈子 不要去欠人家的情 听得懂吗 喂 梁 苏 活 感恩大师大碑 陆台长 台长也只能这样啊 因为他身上的灵性 是他欠的 没有办法 我也没办法 帮他现在就还 只有靠他小房子 不停地念 在还 所以就算把他的灵性 现在赶走了 他一会儿还会回来的 大家听得懂吗 好了 看一看 小弟 看一看菩萨 来叫他看我 好 杨树火 他每天晚上 好吧 现在 你看见了吗 看见狗在他身上 看见了吗 太长 我已经为他念了 一千一百多张小发 就是那个狗的灵 在他身上 所以他叫的声音 也像狗 所以他咬人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明白吗 我已经为他念了 一千一百多张小发 没有用的 这种冤结 在上辈子欠了这么多 你说这辈子能解决吗 你只有 好好的许愿啊 只有好好的念经啊 我告诉你啊 像这种情况 只有慢慢来的 你一下子还不清的 会好一点了 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 有台长的加持 他已经稳定了 稳定了 你们家又吃很多活的东西 荤的东西 他 你们家现在不能再吃任何活的东西 听得懂吗 是的 看见了 这个身上那个狗是个恶灵啊 我告诉你 他两个手和两个脚在家里跑起路来 走得快得不得了 像狗一样的 而且每天晚上叫 你听得懂吗 我需要再继续放生多少条鱼呢 不是放生啊 你好好忏悔啊 你们家族的业障啊 你们家里人过去有人打猎 你知道吗 请问台长 他有没有灵性在他身上 你说呢 那种 你这种话都问得出来 有没有灵性在他身上 我看有没有灵性在你身上 我想 这种妈妈 所以让他去瘦的 好了 让我给他稍微安定一点 好吧 好 谢谢 好了 让他走吧 好了 让他走吧 可以了 你要想叫他再恢复 我告诉你们 你们家里完全要吃全素了 你要是下次再不全素 你叫他孩子不要带过来 你不要让台长给他背 我吃全素可以吗 他不吃行吗 好了 下去吧 菩萨说 菩萨都救不了无缘之人 现在大家看见了吧 下去 所以你们大家都要看到 你们不现场来看 你们都不知道啊 很多人活在人间 自己家里这么苦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苦 所以大家看到了 台长只不过让你们相信 我并不想叫你们干嘛 让你们相信之后 要你们念经啊 这么好的佛法 为什么不学啊 阿弥陀佛 知道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吗 因为阿弥陀佛也来了 讲吧 讲吧 讲吧